鸡煲和雞件都要大大件 鑊邊 鑊爪 開開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什麼要吹? 吹一下這袋 這袋是什麼來的呢? 有乾蔥,有紫陽蔥,有蒜頭 和大家做一個 廣東式的雞煲,醬爆雞煲 我昨天吃了半隻,另外半隻就吃了 我們都要放在四度的濕溫格 放到雞要軟身 現在我們就斬了 做雞煲,最後將是斬件 是否隨意斬都可以? 基本上都是,但不要斬得太細 廣東式的雞煲和雞件 都是要大大件去做的 不像村菜那些,斬得很細 我們呢 放上一大件 我們咬下去,要吃到有肉的 因為我們不主張 雞斬得太細 為什麼呢? 如果斬得太細,那些骨很慘 雞尾就不要緊 雞尾就斬了 雞尾就斬了 斬雞也說過很多次了 用冬尾去斬,這麼大件也不要緊 我們就放進去 然後我們下一個茶匙的油鹽 我們用淡鹽水,將它進一步解凍 30分鐘 將所有配料洗乾淨之後 我們現在就處理雞 大家都看到,雞浸了半小時之後 看到嗎? 這就是淡鹽水的功效 然後倒進去 現在就洗了 我們洗兩三次 洗到淡紅色的血水沒有了之後便可以了 雞晾乾水之後 還要抹至乾身 然後我們用底味醃一下 少許胡椒粉 生抽1湯匙 紹興酒1湯匙 蠔油1湯匙 然後放1茶匙的淡粉 淡粉不要太多 然後輕輕拌勻 因為這個雞煲 放太多淡粉 不好吃 主要是放少許底味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醬 醬底第一樣 這是甜醬 什麼甜醬 吃腸粉那些 或者用海鮮醬也可以 1湯匙 然後什麼來的 薯喉醬 薯喉醬 加1茶匙 差不多 不用太多的薯喉醬 辣味的來源 用豆瓣醬 加多少呢 就視乎你吃得多辣 我家人也不吃得太辣 所以就放1茶匙 所有材料準備好之後 第一步是做什麼呢 不要心急 慢慢煎幾分鐘 在外面做的時候 炸蒜子 然後用少許魚湯 餵一餵 等它進來 這個做法 和我們在外面做的炸蒜雞煲 做法的基本就差不多了 主要都是靠這兩個香料 現在差不多夠了 先把它盛起來 盛起來之後 我們現在先煎鋒雞片 大塊放在中間 先煎鋒一分鐘 煎鋒一分鐘之後 煎鋒一分鐘之後 煎鋒一片 務求鎖住雞的肉汁 雞也要煎鋒至八成熟 每天煎鋒了一分鐘 現在就差不多了 最大的火球 按下去 現在先把鋸鋒 這段時間 放在洋蔥 爆香的涼蔥和薑 慢慢煎鋒 慢慢煎鋒 不要急 看這些燒焦的 不重要 是精華所做 有香味的色 然後加上剛剛的醬 慢慢煎鋒 慢慢煎鋒 放香醬 然後放蒜頭 各種蒜頭 乾蔥 加一坨 攪拌 然後在鑊邊 用鑊酒 增加 整個菜芽的香味 現在慢慢將所有的汁收入 這段時間我們放1湯匙的蠔油 開大火炒幾下 最後淋起之前 放些筋鬆進去 炒兩三下 如果買了九層塔 這個也很好吃 把雞鑽進鍋子裡 滾上前 放少許紹興酒 增加煲的香味 現在開開了 嘩 香味都出來了 放幾條湯匙上 這個醬爆雞煲就完成了 乾蔥更好吃的雞 喜歡吃辣的可以加少許豆瓣醬 喜歡吃雞煲的網友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職人吹水牛群 幫我分享這個廣東的雞煲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先吃飯 多謝大家收看,再見